在小说西游戏中 玉皇大帝的形象非常不堪 所以孙猴子要革天庭的命 引起很多读者的同情 这玉帝何得何能啊 其实如来对孙猴子解释过这个问题 说玉帝当上天界领袖 靠的是苦修 人自幼修持 苦历过1750节 每节是129600年 这么算下来 他出生在重生代的三叠季 比侏罗纪还早 所以天界没有人比他资格老了 当然了 这也是西游戏吹牛不打草稿 其实在民间传说中 玉皇大帝故事出现的时间 比他的同事王母娘娘都要吃很多 他是一个玩起的神仙 玉帝之名最早建于南北朝 当时在仙班中地位并不高 直到宋代之后 他才一路窜身 之后更是当上众神仙的头 连太上老君都成了他的下属 大家要知道 唐朝的时候 老子可是被朝廷封为 太上玄元皇帝 一直是仙人们朝元膜拜的对象 到了元明时期 民间传说又把玉帝 跟王母娘娘撮合在一起 成了一家子 这才有了西游戏里的 玉帝独尊天庭的形象 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唐代人民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文人中最喜欢说玉皇玉帝的 还是喜欢修仙的李白同学 有诗曰 黄鹤上天素玉帝 却放黄鹤江南归 大概是去江南皮革场了 唐代著名小说集 《尤阳杂祖》记录了当时流传教广的一个故事 说天上领袖原来姓刘 不知怎么的 就想害人间应该叫张尖的人 这张尖养了一只神奇的白雀 帮他多次躲过杀身之祸 后来张尖设宴 招待刘天翁 趁他不备 偷了他的座驾上天 夺得宝座 姓张的 夺了姓刘的宝座 这个故事听起来 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现代历史学家就颇怀疑 这最初 源于汉代老百姓的想象 张尖的原型 可能就是东汉末年 太平道的创立者张角 他领导黄金起义时 就自称天公将军 口号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最后被朝廷 连同后来的三国群英镇压 更让人信服的是 根据考证 在张角起义之前 当时民间信奉的上帝 就是汉高祖刘邦 史记里就记他是 赤帝之子 汉人崇拜刘邦 各郡国设高庙 奉为天帝 不足为奇 张角失败之后 民间便同情他 让姓张的代替姓刘的 坐上了天庭的头发交易 后来有玉帝称号后 玉帝姓张的传说 就非常流行了 虽然 名字有说叫张尖 有说叫张炳 也有说叫张伯的 到了超喜欢风尚的宋真宗时 玉皇的称号 正是进入祭祀典籍 得到朝廷的承认 同时在道姓中 他也获得了各种尊号加持 比如玉皇大天尊 玄穷高上帝 什么的 休息里叫他 高天上圣大慈人者 玉皇大天尊 玄穷高上帝 把高大上三字都给占了 读史的人常问 为啥中国姓张的人这么多 就只出过傀儡皇帝和歌剧君主 这么你看 天庭都姓张了 你还想咋的 还不满意的话 其实文昌君也姓张 造王也姓张 连天师都姓张 不过 据史家张正朗先生说 他听闻民间传说中 玉皇大帝有将宝座 善让给关公的想法 小编 不见 陷入沉思 刘关张 这三个姓 为啥老是纠缠在一起啊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式栏目 黎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 请订阅